很高興跟大家一起來參加 擅長調平的泡芙同學 KidsRate 互動體驗展 這在家裡練習很久了 開幕記者會 這是一項很有趣 而且很有意義的活動 我要謝謝兒福聯盟 透過活潑的互動遊戲 寓教娛樂的方式 讓家長和小朋友 更瞭解兒哨的權利 並且把這個重要的概念持續在社會上扎根 每個小孩都是我們的寶貝 他們也都是擁有獨立權利的個體 過去這幾年來 政府不只是加速推動福利政策 包括提高育兒津貼補助 增加公共化幼兒園的班級數等等 我們也持續修正相關法律 強化社會安全網 讓我們的孩子免於遭受不當的暴力對待 並且在政府以及各界共同努力下 我們的兒童醫療照護體系也越來越完整 兒哨的健康權利也更加的落實 現在是數位化的時代 家長最擔心的網路安全問題 也是政府當前的重要工作之一 就在這個月底 數位發展部將正式上路 未來我們會進一步落實網路內容的防護機制 來保障兒哨的隱私 同時我們會持續推廣 家長宣傳網路的使用安全 照顧孩子 讓孩子平安健康的長大 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和目標 政府會繼續努力 整合跨部會的資源 來加速推動 我要請各位NGO夥伴持續提供我們寶貴的建言 一起為兒哨全力打拚 在這裡我要再次拜託大家 疫情還沒有結束 所以大家出門在外 還是一定要做好防疫 互相提醒 最後我要邀請所有的爸爸媽媽和小朋友 暑假期間來松山文創園區 一起跟著泡芙同學玩遊戲 一起了解更多兒哨的權利 謝謝大家 謝謝